大家好,欢迎回到华美之声 今天和大家分享学龄儿童互联网安全风险及应对方法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请订阅这个频道 华美之声主要分享最新的美国教育资讯 以及美国人文风俗等内容 学龄儿童通过使用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和其他 设备来上网,他们喜欢上网观看视频、玩游戏并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 或在互联网上做学校和家庭作业 由于学龄儿童开始了独立上网,而且可能无人看管他们 因此,与年龄幼小的孩子相比,他们面对的互联网安全风险更大 如果您的孩子使用互联网在社交媒体或游戏中与他人交流 那么他们将面临特别的风险 采取一些使用的互联网安全预防措施 可以保护您的孩子避免风险或被不适当的内容和活动侵害 他们还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在线经验 发展自己的学习、探索、创新和与他人联系的潜在能力 学龄儿童的互联网安全风险 儿童面临的互联网风险主要有三种 内容风险 对于学龄儿童来说 这些风险包括偶然碰到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沮丧、恶心或其他不舒服的事情 其中可能包括色情内容、虐待动物的图片以及真实的或模拟的暴力行为 接触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儿童与他们不认识的人接触 或与冒充成儿童来上网的成年人接触 例如点击的弹出信息可能会说服孩子与不认识的人见面 与陌生人共享个人信息或提供联系方式 行为风险 这些风险包括儿童以可能伤害他人的方式行事 或者成为此类行为的受害者 例如孩子可能会破坏其朋友或兄弟姐妹创建的游戏 另一个是意外的购买应用程序 保护孩子免受互联网安全风险侵害的提示 您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策略来帮助学龄儿童 在使用互联网时保持安全 这里有一些建议 一、制定家庭媒介计划 最好与您的孩子一起制定计划并寻求他们的建议 您的计划可能涵盖家里无屏幕的区域 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互联网安全规则 以及适合孩子使用的程序和应用程序 二、使用儿童友好的搜索引擎或内容提供商 三、检查游戏、网站和电视节目是否适合您的孩子 您可以通过查看常识媒体上的评论来检查 四、与孩子一起使用互联网 或者确保您就在附近 并知道孩子上网时在做什么 这样一来 当孩子对在网上看到的事情感到担心或不安时 您可以迅速采取行动 五、检查隐私设置和位置服务 使用电脑中设置的家长控制设置 在浏览器、应用、搜索引擎和YouTube上使用安全的搜索设置 六、了解如何投诉令人反感的在线内容 七、阻止应用程序购买 并在设备上仅用一键式付款 八、确保年长的兄弟姐妹也遵守您的互联网安全规则 例如当他们与年幼的孩子一起上网时 仅观看适合其年龄的节目 您与孩子之间的信任 有助于确保孩子的网上安全 关于互联网使用的坦诚对话 可以帮助您的孩子感到您相信他 可以对自己的在线行为负责 而且如果您的孩子感到被信任 他更有可能与您讨论自己在网上所做的事情 并告诉您有关令他担心的在线内容和联系方式 最好避免使用可以让您秘密监视孩子在线活动的应用程序 使用这些应用会发出一种信息 那就是您并不信任自己的孩子 最好公开谈论自己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并鼓励孩子也这样做 如果您确实选择监视孩子在线时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或查看他的浏览器历史记录 最好先与孩子讨论一下 以上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